局面持续被动 李梦终于回来了 这场比赛对咱们中国队来说打得太艰难了呀 一起回顾一下这场比赛 中国女篮对战加拿大明星队呀 现在比赛进入到第二节了 目前比分22比26 咱们中国队暂时还落后了4分呀 对手这球没有挨着篮筐 杨立为快马到篮下的一个妙传 漂亮 到篮下轻松上篮打进 又是王思宇的抢断呀 真的是成名绝技 追身黄思敬的三分球 哎呀 这球投的力道太小了 没有挨招篮筐 最终还是出界了 咱们中国队反超比分的机会呀 就这样从手中消失了 24比26还是两分的分差 现在球全来到对手 湖顶三分球 又中加拿大明星队 这场比赛第一节 前五分钟连续投中5G三分球啊 一下子把分差给拉开了 哎呦 咱们中国队联系出现15支是什么情况 现在又是五分的分差 对手急停 再来一个钟头 还有这段时间 咱们中国队又被打闷了 杨立维持球 给到篮下孙悟然利用脚步 漂亮 这就是老将的经验啊 篮下拿到球之后非常冷静 对手第一位给篮下抛头不中 漂亮篮板球拿到 也需要有人接应一下 王思宇快速带球 推进半场 给到黄思静 45度三分 有机会也没赶投啊 黄思静今天手感不好 又给到孙悟然 自己来了 篮板球被对手拿到啊 对手扛着王思宇啊 强行上篮打进 其实是实力也是非常强劲啊 杨立维的三分球怎么样 也是涮框二出 差那么一点点 还有篮板不用着急 篮下 这里的小高手差一点力道 裁判事业是前场球 几个裁判需要商议一下 判罚的意见不同啊 杨立维篮下的妙传 助力孙悟然 上篮打进 现在张如回来了 对手又是一个大号的两分 再次命中 那么中国队这段时间也是被对手打了一波小高潮 低脚 杨立维的三分不中 篮板球 李悦如篮下抢起造反规 这场比赛打得太艰难了 重新看一下回法 李悦如一抢二 拿到篮板球之后抢起造成对手的犯规 第一罚命中 第二罚也有 李孟终于回来救场了 这是咱们开头的那一幕啊 看看李孟回来之后 对咱们中国队能够起到多大的帮助啊 漂亮的一个盖帽啊 李悦如打得非常聪明 这边发球直接失误啊 咱们中国队在抢断 张如将球交到李渊手中 虎顶上三分球 李渊的进攻欲望非常强烈啊 漂亮 这李孟李渊上来之后 分差瞬间回到四分 这边再来一个鸡腾中投 没有篮板球李渊收下 张如 李孟连续的转移 这边盘陈奇持球 没有机会啊 李孟过来再接应 借助李渊如的掩护 两个人一块往里扎 时间不多了 张如机场中投 但是李孟抢了篮板 哎呦这球 造了对手的犯规 李孟上发又见 你看 中国队整个换人 明星队换人 来看李孟的伐球 第一发命中 第二发也有 现在分差再次回到两分了 篮下抢起 哎呦打了李孟一个呀 我怎么这么的又被抢断了 就是连续的断电啊 对手追身的三分球 再次打成连得五分 这一波又有点伤了 分差再次被拉开到七分了 李渊没有选择出手啊 外线三分球 漂亮 张如立功 跳躬 中文字幕——YK